我有喜欢的人了 有喜欢的人也不妨 你有喜欢的人了 喜欢谁呀 我有一个哥哥 我喜欢他 他喜欢我 小楠 那情况可就严重了呀 那情况可就严重了呀 刘阿姨 是打定主意朝你跟盛景初的绯论 而且打算把你打造成 松果视频的热点话题 更重要的是 张丽莎来了 得了 有什么好笑 张丽莎 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 真的 盛先生 你在吗 那个 不好意思 小梁 过来一起吃饭 服务员干嘛才能送到 服务员 他不是服务员吗 盛先生 我想你误会了 我叫丽莎 是松果视频的主播 刚刚呢 是我跟程了商量好 给您开一个小小的玩笑 是吧 程了 算是吧 可以开始了 好 盛先生 以后您想吃什么呢 尽管跟我说别客气 毕竟以后的专访 好 还要麻烦您配合 程了 看看合胃好吧 这么丰盛儿 谢谢丽莎姐 别客气 都是同事嘛 那我也就不见外了 你可以走了 盛先生 那咱俩加个微信吧 不用 程了可以找到我 也对 那你就慢慢享用吧 那我先走了 好 记得把门关上 你知道他那件衣服有多贵吗 结果被你给当成服务员了 你这是第一个没有拜倒在他十六千底下的男人 我得敬你一遍 我约的是你 又不是他 来 刚才那个人说 之后的专访让我配合 什么意思啊 就是 以后他来采访你 我去采访曹熹和 他采访我 你采访熹和 我都约了明天曹熹和的时间了 我约的是曹熹和 你怎么来了 熹和有事 计划有变 什么计划 什么计划 远离那个丽莎的计划 可这是公司的安排啊 我接受的不是中国视频 是你的个人专访 换成任何人都不行 谢谢 可为什么是我呀 因为你 真成 谢谢 我只接受你 换其他人去采访曦熹 我看资料上说 蒋老和谢老 都有一收你为图 而且蒋老还说 他是和谢老 一起发现了你 结果你却白谢老为事 是这样吗 对 我是同时遇到 师父和蒋老的 当时师父想收我 但又不能先说 怕被蒋老先下手 还使了一个小手段 什么手段 当时有一个交流会 本来是要师父参加的 结果师父装病 让蒋老替他去 等蒋老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败在九州门下了 那蒋老不被气死了 也不会真生气 蒋老和师父 吵了几十年 也好了几十年 他们是最好的 还没人破呢 其实啊我也拿解开 就是要点时间 无私言解一次啊 解开了赔一百 也不知道能不能解开 绝不私言的呀 你说今天能不能碰到个高手啊 我不知道啊 试一下 我哪会啊 我帮你 我看过新闻上说 这种残剧都是历史上的名剧 就真挑那没脑子的残剧 没脑子 好啊 两个人一起下也是可以的 只要解开了就赔钱 那我们两个一起 太丢人了 小景师兄为了哄他开心 已经开始自降身段来 你也接边大爷了 你要是能开心 我也能去虐大爷 不要脸 太丝了 太丝了 太丝了